碰到了一台5级525R,是520R的升级款 很多人会奇怪,明明排量是494,为什么叫525 因为这台车的马力是53.8,扭矩是50.5 等于马力扭矩都超过了50,所以命名525 作为升级款,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配色特别的大胆 彩色的轮毂,金色的QAB减震 这台车的升级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点 首先是升级了滑动离合,另外减重了10公斤 老款的零百加速成绩是5.1秒,新款肯定可以突破5秒 轮胎也有升级,现在是贝耐力的JT 排气管的声音相比老款也更加小一些 仪表也从一块肤浅的仪表升级为彩色,手机可以投屏的液晶仪表 升级了这么多,价格比老款还便宜,现在价格是33,980 所以大家认为老款目前卖多少合适呢 老潮认为在26,000左右可能会比较合适 最后按照老潮的惯例,车辆好不好还是看车主怎么说 咱们最后问一下车主他的一些感受 车主啊,他也是手批用户,请他给大家讲一下 买车经历,选车以及实际用车满不满意啊 你好,哈喽大家好 当时选这辆车就是,这是我的第一辆摩托车 就是当时就在那个哈喽摩托乱对比了好多 但是好像就是新手绕不开一句话,这是什么 新手的GSX250 我把那个车试驾了以后,那个车的动力啥 我感觉太弱了 然后最后看到一个无极的 然后看到无极这款车之后,才开始看那个是无极的500AC 对,对,对,然后500AC看出,看那个配置呀,那个动力呀,还是试驾了一下,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最后跟无极那个4A店小伙聊了一下,他就说无极马上要出一款那个525 对,然后我把那个照片看了以后,车算是很漂亮 然后就就就就盲定了一辆 骑摩托车就是帅嘛,你首先你这个车不帅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做考虑了,对,对,对 你这辆车是啥时候给你交车的呢 呃,四天,四天前 四天前,第一批用户,第一批用户,对 那你给大家讲一下,它以前是500,现在525跟500是有啥区别呢 这525配置升级了一个,然后马力大了,然后最主要就是车重轻了 我试驾一下那个500,500R那个单R,它车稍微有点重 就这个,就轻了可能有10公斤嘛,它整车质量是188公斤 反正我,就我这身材来说差不多还还可以 配色也,就配色就是看个人喜好的,有的时候好看,有的时候不好看 我觉得挺好,我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 挺年轻的,我觉得对,我就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 然后也是一个分体式的一个座位 那你,你能选这个车可能平时也不太戴人吧 不戴人吗?不戴人,我这才骑了200公里 那你现在跑了200公里,你觉得这个车性能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就是超车啊,你在路上,你给油,它就走 主要你想有多大劲,它能力有多大劲 我现在在属于磨合器,没敢使劲跑 但是四五档跑个100公里,那没问题的,跟玩似 那你觉得它平均性能怎么样?比如说换挡呀,闯风挡呀 可以 可以,这一开始,就开始骑了可能几公里 然后你找一下,它空档就很好找 它空档轻轻一踩,稍微一踩就下去了 它应该也是滑动鱼头啊 对对对,换挡也挺轻的 那油耗咋样?今天一箱油跑完了没? 没有吧,我现在跑二百公里,还有一半吧 还有一格,它上次提车加了90块钱吧 然后现在还有两格 那你们现在有用户群吗? 没有,我这还没用户群了 回头有个群大家好交流嘛 你看我这跑了178,然后还有两格有 这最主要这还可以投屏 啊,档行可以投屏 对,档行可以投屏 然后它的这种TFT的渲踩的 那个里面显示的内容也比较多 那像胎压那些有没有? 有啊,对 也有胎压 对对对,现在油耗是4.2 4.2的油耗 对 有胎压,那这辆车你当时半碗花了多少钱呢? 我说是33980嘛 然后半碗可能就是378左右吧 怎么样?舒服吗?还可以 坐高就行 1米7你看 这坐着,反正也挺轻的 就是比一般的,比那个老款轻好多 对 你看500排量做成这么轻的也很少 刹车反正我没有使劲,特别使劲的刹车 反正够用 够用 你想停的它就能停住 好 高方面你都觉得 我也没跑太快 反正是可以 那可以 路上能停,那还能停住 感谢咱手机车主 那你给咱点个火吧 咱听一下声音 可以了 比较绵励,比较安静 对 还挺好的 这还给了一个,给了一个双盘双叠的一个刹车 双叠的刹车 是,确实还挺高的 给大家看点细节做工啊 整个这个线束感觉还可以 是,轮头这个 是,轮头这个 这边的吹架 这个汉宫 那行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好,好 再见哦 服务 fashion 确实 Evans Lindsay by bwd6